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难道是我想被抛在日本 去忍受那样的日子的 你在日本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还记得在雪地里 那种寒冷 那种全身疼痛的感觉 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可那个时候我还在担心你 我想着你是不是及时逃开了 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后来 好像要睡了一觉 醒过来的时候 就被两个大人救了 好啊 这女人 没事了 自来得开一堆 哪里哟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当时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能找到我 可惜你没来 那种恐惧 那种绝望 才是我一辈子都抹不去的记忆 我以为你是找不到我 我以为你是找不到我 原来 你是不要我了 难道 就不能当做 这些不快乐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吗